前进走步的滚动步骤 那就是因为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我们没有明确地让他做到脚掌 再到脚趾尖 再到大脚趾内沿的这个过程 所以学生跳的过程 脚是我们讲叫飘的 或者叫脏的 出来第一个叫什么 叫全脚 第二个位置叫半脚掌 第三个位置叫脚趾尖 全脚 半脚掌和脚趾尖 比如说我们来讲一个动作 来讲个什么动作 如果我们在做前进基本步的时候 如果学生会跳了 你怎么告诉他 你需要把中心推上去 他是这么做的 你看前进 老师说推中心就直接登上来了 后脚是轻的 所以我们经常会发现 会站不稳 整个人是飘的状态 那是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中间没有经过脚掌 滚动向前推 因为我相信所有的专业老师 都会去跟你说 你的脚在地板上滚动起来 滚动起来 怎么滚 就是你的脚平铺在地板上之后 从脚后跟到脚掌到脚尖的一个过程 称之为滚动 你的脚在地板上有一个这样的过程 那大家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那如果我是滚动的过程 我的重量一定会发生改变 我的支撑也会发生改变 你看啊 我现在是前进的状态 踩下去了 稳了吗 稳了啊 这个非常重要 你前面还没站稳 你就想跳后面 你不倒吗 所以一定是踩下去之后 两条腿像筷子一样 使劲夹住 稳了吗 稳了 然后你看我的后腿 会经过一个什么过程 会经过 我的腿会经过 你看一个脚掌 到脚趾尖 再到脚趾内侧的一个过程 再到脚踝的过程 哎 我是这样的一个滚动式的跳法